大家好 我是尔差 最近日本在开奥运会 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运动类的游戏 那就是热血新记录 我玩的这款游戏是一个四合一的游戏 那四合一里面第一个就是九人结霸 第二个好像就是这个热血新记录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它叫这个名字 因为那个时候我玩的是英文版 好像是美版 现在下载的一般的都是中文版 还有日版 中文版是按照日文版改的 日版和美版基本一样 但是主画面和游戏背景会有一些出入 玩起来的节奏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款四合一卡带 第一个是九人结霸 第二个是这款热血新记录 第三个是野战牌 上次和各位分享过了 第四个是加纳战机 这盘卡带是我FC游戏机里面的最后一盘 现在2021年在玩这款游戏勾起我无数回忆 我记得那时候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也是个暑假 初中的暑假好像是1992年93年 那时候我经常玩的一个是家里的FC游戏机 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用的是第二台FC游戏机了 好像是新兴的 100多块钱 从天津买的 第一台游戏机是上小学 也是在天津买的 是盛天的 花了400亿 初中放暑假的时候 要么是在家里边玩FC游戏机 要么就是和同学去街机厅玩街霸 那个时候是一块钱三个币或者是四个币 我还记得那时候已经有超任了SFC 那种包机房一块钱三个小时 如果是两个人对打的话 好像是一个小时四块钱 现在想想 初中还是很快乐的 除了玩游戏 还有和小朋友踢足球 还可以看漫画 那个时候的漫画主要是七龙珠 说到七龙珠 让我想到了一本杂志 叫画王 全称叫画书大王 我是从第十二三本开始看的 那时候已经出现了魔人波 好像是天下第一舞蹈会吧 就是孙武天和特朗克斯 他俩组合成一个怪人的那个情景 从那个时候开始看的七龙珠 画书大王里 除了有七龙珠 还有雪耶 还有很多国人漫画 都挺有意思的 画说回来说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它的声音很好听 美版和日版它的医院是一样的 音效也是一样的 一共有五个比赛项目 分别是400米 练球 还有乘杆跳 还有游泳 最后是柔道 因为我小时候玩的是英文版 里面是没有汉字的 英文也不是很懂 我还记得它里面有五支队伍 我们能够选四支队伍 在日本版和中文版里边 它这个队伍的名称都是中文 甚至队员的名称有一些都是中文的 但是我玩的那个英文版 它里面全是英文 就算是日本选手 它也用的是英文字母 一共有五支球队 我们只能选四支球队 那另外一支队伍呢 是外国队 也就是美国队 美国队的体能 身高力量都很强 比这个四支队伍都很强 算是boss 你选择了一个队伍 打败了另外三个队伍 才有资格和美国队打 这个美国队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美国队 最近才知道 那个时候它的美国队的名字 是一个T 我一直管它叫T队 这款游戏的难度并不低 特别是撑干跳比赛 既考验操作又考验记忆力 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了 那熟悉的音乐 还有人物的动作 真是记忆犹新 趁着这个周末 我又好好的回味了一把 这个游戏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耳差 我们下次见 咦 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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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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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